各位好 現在我要介紹一個簡單 有趣的過門 這個過門會應用到一個技巧叫做HERTA 這個過門的架構是這樣子的 它一共是兩組四連音 放在一個小節裡面使用的話 你可以把它放在 第三拍跟第四拍 一二拍就可以打一些你比較習慣的律動 現在我們在 第三拍跟第四拍這兩組四連音裡面 我要設定一下 第三拍 這組四連音 它的打擊順序 這四連音裡面打擊順序 我希望是 左右右左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 等一下我要在這連續的兩個右手當中 再穿插一個左手進來 至於後面那一組四連音就維持右左右左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先來打一次這個架構 左右右左 右左 右左 加上算拍子 一二三四 再一次喔 一二三四 現在我要在第三拍的這兩個右手當中 再穿插一個左手進來 我現在我現在只打第三拍好了 聽一次喔 你也可以這樣唸 3 e n r 3 e n r 跟第四拍加在一起 就是 就是 3 e n r 4 e n r 3 e n r 4 e n r 接下來我要把這個 3 e的 e 這兩個連續的 三十二分音符 做重音去強調它 所以是 3 e n r 4 e n r 前面加上 第二拍 來算一次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我現在在 前面的第一拍跟第二拍 加上很簡單的八分音符節奏 1 現在 我們來試試看 把 Hertha這個位置喔 把它移到 Tom Tom上面 聽起來會變成這樣子 當然其他的方式移位也是可以的 後面的那一組四連音你可以 所以連起來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留在後面那一組第四拍 可以留在小鼓上面 或者是做一些你喜歡的移位的方式 我們來加上節奏試試看 當然還有其他的移位方式 像你可以右手跟左手分打在不同的位置 變成這樣子 或者是 這些都是可以混合去使用的 那有人甚至喜歡打在銅拔上面 今天先簡單介紹到這邊 那其實是很久以前 我們先放在一邊 就是這種感覺 這邊就是一個按鈕 中間 我們先拿到三個按鈕 然後就拿去按鈕 那就是這樣 然後是很久以前 然後是那個按鈕 那是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按鈕